你见各种各样的人 听各种各样的事 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 你格局自然会高 我其实 杭州一个很普通家庭的孩子 我有时候想 我怎么会这么看问题的 我自己有时候自己也会奇怪 你怎么这么看问题 我没这样的教育背景的 但很有意思 因为我学外语 然后我有机会呢 我见了什么比尔盖茨 巴菲特 克林德 妖魔鬼怪 骑车官员 伟大良心 我都认 我都想听听他们怎么看问题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那时候我去达伯斯 去听各种各样的 索罗斯这种交流 他对亚洲金融风暴的看法 跟我从媒体上看来不一样 然后我就明白 其实每个人站的高度 角度是不一样的 性格决定命运 性决定命 格决定运 性是什么 此人性情暴躁 死得快 此人性情核弯 死得慢 但不一定会成功 性格 决定 格局 性格 命运 你格大的人就是你这个 你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你的运气就好 因为你有包容性 香港的运气就在于包容各种文化 他看见其他东西不抵制 他觉得进来以后 所以刘邦友今天因为他的格局大 他包了各种各样的 气质观的人 韩兴 张良 这些人给他带来了无数的运 所以性格决定命令 人的格局 是人生的阅力 光靠看书还不够 我们都在看书 还得多经历 每一次的灾难 每一次的挫折 每一次的沮丧 在别人抱怨别人的时候 你检查自己 年轻人 记住这个 永远不抱怨别人 听见别人抱怨的时候 你就知道机会来了 我把它改了 我去完善它 所以一带一路 一定困难很多 有一点肯定 一带一路困难一定很多 如果没有困难 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跑到这里来开论坛会了 困难很多 但是一定会有很多人成功 这是肯定的 是不是你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采取行动 你有没有改变自己 你有没有让自己跟昨天不一样 你不一定一定要去跟边上那个人不一样 自己跟昨天不一样 是最难的 所以格局就这些东西 我的理解 比较前楼 而且每个人看角度不一样 山在山脚上面 每个人声音都不一样 越往上走 风景越来越统一 到顶上的时候 你看风景是一张图 你往山上往上面跑的时候 就领导者往上走 领导者是孤独的 因为你到上面 你看到风景越少 空气越寒冷 边上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走向成功的时候 那就是走向孤独的时候 欣赏孤独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 永远不要太悲观 悲观是因为你没看明白 太乐观 你也没看明白 所以真看明白 没有悲观和乐观之分 踏踏实实的 风轻扬的思想 无招甚有招 练好自己 慢慢走 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追求每个人 人生 反正你都是要死的嘛 对吧 就是把每个过程 做了好一点而已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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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